幸福好时光 各位可以听到我的声音有一点沙哑 是因为整个春假的假期 我的状况就是扁桃线发炎 然后声带受损 所以现在讲话就变得比较温柔一点 因为声音比较低沉 现在的股市涨了127点 然后台积电是18号法说会 外资就看好全年营收会增加25% 当然在说这个消息之前 你也知道台积电涨很凶了 那么我今天要针对上个礼拜 他这种00940上市之后跌破发行价 很多人就会问说那还可以投资吗 其实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 10块真的没有比较便宜 他对应的就是他背后的指数的那些股票的价值 那陈崇敏写了一篇文章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也来解释一下 他说呢 00940为什么会破发 他的解释比较有趣 叫做因为被吃豆腐啊 他募集的时候声势浩大 募了多少钱呢 有史以来最大的1700亿的资金 那么你知道这些钱为什么说他对应着某种数额的股票 所以不要觉得10块很便宜 然后0050啊 才150块很贵啊 不是这样的 因为呢 他要依照规定买进成分股 当有这么大一笔资金 要买进成分股的话 那市场短进短出的资金就会瞄准这头肥羊 那这些外资跟大户当然知道940到底是哪一些成分股组成的 所以呢 就等着他要进场布局的时候就用力倒货给他 当然这也是一种说法 这些成分股之前 因为外资跟大户都知道有人要买嘛 所以股价就拉到了相对的高点 接着呢 940进场买卖 那他已经进场了 他就得买啊 对不对 在一段的短时间之内必须要买 他就买在高价的位置 所以呢 就顺着下跌 下跌的几率就比较高 所以940就破发了 当然了你看今天其中市场涨了一百多点 那他也一定会上扬 那么接着 后面呢 有很多实随之位的高股息ETF会上市 会不会帮940抬轿 当然我不认为你现在去买 如果你做长期投资有什么风险 但是后面的那些高股息 要帮他抬轿 机会不是很高 为什么陈崇明说不是很高 因为00940是一个巨婴 就是要看成分股的重叠性 如果成分股的重叠性不高 那么比如说00944 他买的涨了 那940我未必会涨啊 再来看到新的ETF的募集的规模 因为940已经搞到今天动力散户据说 哎呀 连银行的存款定存的钱 投资都进来了 那么金管会的央行总裁也都出来说话了 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呢 能够搞到啊 就是跟940一样的规模 那投资人怎么办呢 你现在杀出去 那一定又是傻瓜了 可以放着领袭吧 但是呢 你要看清楚 7月以后啊 你才可以马上领袭 其实耐心是投资最大的美德 00940进场的时候 是台股两万点的高点 所以他报了满手高价的成分股 那你当然呢 可以等一等 那如果你要买 你也不要把全部的 所有的退休金全部投进去 所有的投资理性者 一定是慢慢的把资金拿来购买 不是我现在有多少 一股脑进去就等着领袭 这不是ETF投资的道理 那么金管会最近也在试景了 不少高股息的ETF 它重叠性很高 那如果你现在要持续加码 你就找 你去看一下那个股票成分好不好 不要买的 你感觉分散 其实呢 还是都买的是一样的成分股 基本上高股息的成分 它能够有什么样的差别 导致我个人觉得是挺有限的 那么谈到了钱 有一个问题也很大 也就是商业周刊做了一个报道 他说呢 其实已经升息了嘛 然后涨电费了嘛 那商业周刊就调查 近五成的餐饮业者已经打算涨价 其实央行也是很准确的知道 有已经看得出来是有通膨的预期 那各项的成本早已经涨了 而且最严重的是 我觉得现在大家不管你多有钱 心里想的都是再省一点吧 省一点也无妨啊 那店价最多是占成本的5%左右 所有的餐饮店 那当然你也可以说它是冰山一角 但是店价涨 所有的都还会涨 愿意回答的餐饮业者 已经有五成要涨了 那他说呢 我想大家讲的都是事实了 我有投资过餐饮店 电费只是涨价的导火线 但是电费是最基本最基本的需求 只要它涨 没有一个东西 对全方位涨价的威力 是可以比它大的 餐饮业的营运成本 增加了10% 那么什么会涨呢 上游的食材涨 包材容器供应商涨 还有那个末端啊 假设他有在超市去设柜的话 那末端他的抽佣也要涨 基本薪资也在涨 垃圾的签运费也变贵了 所以电费涨刚好是一个 非常大的理由 比如说也许你只会注意到少数的品牌 以前注意的是胡须章 现在注意的是拉面品牌一栏 它就是因为缺工调账 价格4% 但是我知道啊 不只是一栏啊 很多呢就是今年之内 已经一涨再涨了 这涨的不是这个最后一次 还有最近有一件新闻 我想你应该知道吧 我那天看了 有一个论坛 也就是这是从黄紫娇的案子里面 查出来的 因为他持有儿少性影片 那么时代力量的党主席 王婉玉已经开始就是 透过脸书表示 他是偷拍网站 创意私房论坛的告发人 这个网站 如果你去看镜周刊 他写得很清楚 他针对的就是那些有名有姓 或者是用一名的小网红 看他是青春少女 他很可能需要钱 就跟他说 我是一个女摄影师 我在大陆 有金主 他们只是要跟你聊聊天 然后也没有给这些人费用 就一步一步的让他踏入 暴露私处的陷阱 最后的在这个论坛 全部把它公布出来 还公布你是谁 幸福好时光 好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蓝迪儿童之家的院长 李学英 你好 大陆好 听众好 没有 我只是就是比较鸡婆了 而且我希望 我老实跟你说 我每次看到 好 现在哪里有灾难 哪里就在发动捐款 我都希望 主办单位 把你这个捐款 到底要怎么用 至少把百分比 要公布出来 还有呢 你所有的那个账目 一律公开 否则我看见的就是 台湾每一次 我们在灾情时 很热心的捐款 结果 有好几次 我不能说每一次 就是之前有好几次 我知道有一些钱 根本就是下落不明 到哪去了 不知道 那很有名的案子 那就 拜托大家自己去查 也不方便 从我的嘴里面讲出来 好 但是 在这种状况之下 那一些 就是真正的在做 基层的服务的 或者是 慈善的机构 他很可能就是 红析效应 结果他拿不到 任何捐款 对不对 是 因为 大家可能看到的 就是 安置机构 好像就是 平常 以平常来讲 会觉得说 安置机构 可能有一些补助款 对 有政府 对 有政府补助 那他们可能 我们的需求可能不大 但是我们再回想一下 其实在 整个安置体系来讲 因为要教育一个孩子 我们都说教育一个孩子 至少要一千万长大成人 那如果我们说 以这样的平均数来算的话 那机构里面 如果说安置费算进来的话 就有安置费进来 但是每一个个案进来的时候 过往我们可能 大概只要两万多块钱 把它去找一个补助款 两万多块就可以 但现在因应 社会的一些改变 或者是说 劳动条件 或是等等 可能要加倍了 其实你们去年到今年 遇到的各种 物价的通膨 对 还有即将开始的 我认为今年 就是七月之后 只要电费一涨 每一年 它不是涨在 就是电费涨的下个月 它一年一年涨 因为商家它会控制 它涨太快 也卖不出去 所以呢 接下来要面临的 搞不好是每年 物价本身的 突然涨了10% 萝卜 萝卜 农产品在台湾比较难涨 比如说猪肉 就涨了20% 这是有可能的事情 有可能 而且随着这些 物价的波动 我们的人力成本 也会高出很多 是 尤其人力成本 也是要因应着 时代调整 你刚刚成立的时候 最基本的 你们公司招募一个新 员工的底薪是多少钱 大概不到三万 育幼院吗 那现在呢 现在大概要四万左右 是 当然这个工作 非常非常的辛苦 是 好 那么兰迪儿童 之家院长李雪英 他的确是我看过 非常努力的 在做孩子们的培养的人 虽然他培养的也不多了 现在大概一百人左右 对不对 现在比较少一点点 对 那也是因为人力的问题 没有办法cover 那但是呢 你要知道 其实全台湾 像大家这样的机构 我本来以为 就是李雪英 或者几个机构 结果他说呢 至少还有 全台湾如果说是 包括产商教育院之类的话 将近一百二十所 是 那所以就一百二十所 在做一样的工作 当然 我想评级上 有的做的好的 那有的还有代价强的 但是之前呢 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情 是不是唤醒大家的注意 也就是凯开的事情 我相信雪英看了 你们那里我看过 也有刚出来的孩子 是 对不对 是 但看到这样的例子 你心里的感觉是 当然是心疼 那我在想说 我们针对这些工作人员的训练 也必须要再加强 然后还有一个督导机制的部分 这是我们看到的部分 当然我觉得说 怎么会这样 怎么人性会到这地步 那原来的好好的 然后到那你那里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 像受虐的动物一样的对待 只因为你有保姆执照 然后只因为人家把它放在你家里 为什么像这样的孩子 不能到你们这种比较有系统的机构 因为我看过你们那里有婴儿 是不是 而且那婴儿很好笑 我一打开 他看到我就哭了 我想说 我不是长得像恶魔吗 后来我觉得不是 而是他有阴影 他以前有受虐阴影 对不对 有可能 其实 为什么没有到我们这边来 其实一般如果政府的政策 他期待的就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们 可以尽量不要离开家里 然后到外面住 对 所以他第一个 可是他那个孩子也不是在家里 对 但是他第一个 他会想到的就是亲属济 对 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跟孩子 本来就是比较亲密的人 这是他们最想要放在这里的孩子 然后接下来可能就会是像寄养家庭 像儿蒙他们这样子的一些单位 因为其实比较小的孩子 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回归家庭的生活 所以等于就是说 那个还开始被放进一个 他们觉得可靠的寄养家庭 是 对 然后最后呢 才会到我们这个安置机构 所以安置机构其实是孩子的最后一道防线 对 那也就是说到这边来的孩子 要回家的几率就没有那么的高 对 所以我们其实 我不太清楚 可是如果到你们那里 我觉得看起来比较幸福呀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说 就是每个体系有他自己的管理机制 其实我们也不是那么清楚 是 但是在我认为就是当孩子进来 这就是社会交托给我们的 我们就去做一个良善的管理 然后 好好的陪伴这些孩子长大 这个是我 我都跟你讲说 我就是一个妈妈嘛 那我希望每一个孩子呢 就跟我的孩子一样 那我可以 好好的陪伴他长大 对 大概这就兰迪的一个 是 你那里有婴幼儿的个案 也就是说 有的寄养家庭也真的没办法 对 像吸毒的妈妈所生的宝宝 就是一个你们最常遇到的问题 其实问到碰到的问题 比较多的是他的所谓的戒毒的症状 对 那对孩子有没有影响 他在胎里面就吸毒 对 这种 对 那可是这样的孩子 如果说你提早进到这样的一个体系里面 去做一些训练跟复原的话 其实孩子长大也有表现也蛮好的 是 对 当然就说症难免有一些就是 有一些后遗症可能会比较过冬啊 脾气比较暴躁啊 我觉得应该都会有 那但是在机构里面 就是我们会强化我们的工作人员的那个训练 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反正这么多年了 之前有多糟 然后后来呢 又变成什么样子 嗯 现在应该也有出社会的 好 那么今天来的是 蓝迪儿童之家的院长 李雪英 刚刚我说 你觉得我声音变温柔了 对不对 如果跟我吵架最好趁现在 因为我是因为扁桃现在发言 所以声音只能维持这个语调 好 李雪英你好 讲刚刚的例子 就是毒宝宝 可是后来呢 还是照顾好了 然后他也能够进入正常家庭 而且并不会像大家所想象的就是 后来也布上什么吸毒的后尘 是 我们有一个宝贝啊 就是当初进来的时候 因为有一些所谓的那个残留的议题 然后这个孩子透过政府的出养的机制 然后到了瑞典 然后他那个家庭非常好 母亲是医生 然后父亲的话是一个也是很高精地位的人 然后在那样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妈妈为了护这个孩子 因为是外国的孩子过去嘛 后来他们好像婚姻上面有一些状况 但妈妈依然持续的就是照顾这个孩子 然后有一年他回来那个寻根之旅啊 我们吓了一跳 那个孩子非常的阳光 然后现在大学毕业了 然后他说他想回来台湾看看 然后未来他也想要嫁回到台湾来 然后这个孩子表现得很好 对 那在瑞典的话 就是会也长高一点 长高 很妙对不对 好像移了一个地方 那个DNA的影响力就变小了 每次去国外都长很高 对而且变漂亮 对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孩子 其实不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弱势的孩子 进到这里来 我们大家都会用最 应该最能够保护你的方法去照顾你 其实我是很钦佩这个蓝迪儿童之家的院长李雪英 那如果能够协助我们或多或少就是也协助一点 当然他是有政府的这个基金 在经费在支援 可是就如现在李雪英所说 他是远远不够 那当然还有很多任养人的助养人的爱心 那最近我在做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吗 当然 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喜欢做专业项目 像他们当时做开心农场的时候 就他需要种子啊 需要一些做农场的经费 那一种小额度的项目 我们当然是可以负责 那最近呢 我们又在开辟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其实之前 你说简单 他执行起来还真的蛮困难的 对 就是我们有两个孩子啊 其实在课业上表现都很好 有一天呢 这孩子跟我说 你知道吗 我的数理啊 是我觉得最简单的 其实我有吓一跳 因为在机构里面 我还是第一次碰到 有个孩子告诉我说 他的数理很棒 然后我说那你哪一颗比较弱 跟你讲那个孩子 其实他就是有天分在哪 对 他说 我的那个英文比较不好 我说需要帮忙吗 后来有一次在节目上 因为你知道他困难 因为大家都是从小补英文 对 对不对 然后出去还可以补 没有你们的孩子 必须靠他自己 就是在那个 你们这个儿童之家里面 自己努力 自己念 或者是我们找志工进来 但是志工他的延续性不长 是 志工英文也未必很好 对 用这样的方式呢 然后后来我 我有一次在跟那个淡如聊起来的时候 他说他可不可以来当我干儿子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想要帮忙他 对 那也原本大家都知道 你本来就有一个任养一个小琪 对 那小琪有跟我说 你知道我的英文最好 但是我觉得我还想要补英文 因为我想说以后这个呢 是我未来的专长项目 原来小琪英文最好 对 那他们两个是有一些 一刻业上的差距 但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 这两人可以 感觉可以互相辅助 但是都是孩子 还是不够 对 后来呢 也在淡如的帮忙之下 这个孩子呢 就是他们我们就找了那个家教进来 然后大家两个程度差不多 我们就一起让他上课 这样可以节省经费 那这整个经费是淡如提供的 那天呢 我问他说 上课上的怎么样 他说还不错耶 我说有认真上吗 他说有 其实我有去看 真的还蛮认真的 不是因为都 他知道 我跟小孩有时候是这样 他都知道 老师是我找的嘛 好意思不认真 而且要求是他提出 你自己看这种状况 要是我 我们家小孩说 我英文不好 我要是找个补习 我不找老师 还被我家小孩骂死了 你知道 是 你看替别人家找 找老师多好 可是你们那里有点遥远 找人 不是像台北 你随便找台大外文系可以 你们那个在巴德 我们那个在杨梅 杨梅 杨梅这个地方 本来就不好找人 因为杨梅的老师不多 这方面的老师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也找了一个多月 快两个月 是啊 对 然后有一些老师 媒合的过程当中 他会打退堂鼓 但现在这个老师 的确有点远 你们就在填中央 我们是在工业区的中央 好吧 现在 比较偏僻 确实比较偏僻 在那个地方 结果呢 现在 现在两个都很开心的上课 对 那我也觉得 这样子 这样子对孩子来讲 他最后的充斥期间 我们真的有去帮到他 也希望他能够 有更好的表现出来 是 也要谢谢那位老师了 虽然我不认识你 我只不过是一个 小小的出资者 可是我觉得 那个孩子并不容易 比如说小伟啊 他的素理本来就很好嘛 他还发誓是 你们这个蓝迪儿童之家 有史以来要考上武林高中了 对 武林高中是桃园区 最好的学校 是 我有跟他说啊 你考了上的话 来跟我领啊 我给你 现在iPhone到哪里了 15吧 iPhone到15 对 我说你来领iPhone15嘛 对 然后那个小七啊 他就欲言又止 有没有 是 我说那你要立志愿 立哪里 他说他要考中立家商 是不是 是是是 我说好 我觉得现在技职教育 其实我完全不是那种 我自己很爱读书 但是我不认为 小孩一刚开始 就一定要往那普通高中的路走 是是 就我家的小孩 如果念高职 我也会很高兴的 因为他找到了方向 那你就让他去啊 我说你考上那个中立家 你也来跟我拿iPhone15 果然有努力 是 别人家小孩最好逼迫 真的 我们其实孩子念妻子学校 我觉得还不错 我们有几个孩子念那个护理系 然后 现在呢 呃 就是毕业之后 因为他是护理科的话 专科毕业之后 他们就离开机构了嘛 然后离开机构以后呢 他一边打工 一边念那个大学 嗯 然后现在有一个 我知道在正行医院工作 我觉得还不错 对 孩子们其实都会有自己的一些规划 可以想吧 其实他们18岁之后 就必须要离开儿童之家 如果他没有继续念书的话 那如果念书呢 如果念书的话 政府大概可以不住到21岁左右 哦 所以还还可以住在20岁 还可以住在那里 可以 那我们现在 那也可以出 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蓝迪儿童之家的院长 李雪英 其实这个小琪跟小伟 是现在我就在帮忙 他们找辅导 然后他们因为平常的 的确就是回到家之后 回到儿童之家之后 能够接受的辅导资源 都很有限 要靠自己读 那目前在考前冲刺 有人来帮忙 所以小伟目前 有进步吗 他的英文 有 而且他每天就是笑容满面 这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他的问题有被解决 是 因为 这两个孩子都非常非常的善良 然后 我大概一年 我有一两次吧 只要我们家家族聚会 其实我们的家族聚会 是很复杂 还包括以前 我帮过忙的孩子 然后其实我并不是一个权力辅导者 但是会看说你当然还需要什么 那这一点是你的问题 还是我也可以协助的问题 而不是那种看 你也很怕那种控制者 有没有 我一定要你考什么系 一定要怎么样 这种控制者很可怕的 这样子的话 对孩子的话 那就会是一种压力 其实小伟让我想起 我以前在越南 其实有一个孩子 他现在已经从胡志明经济大学毕业了 找到外商公司的工作 事实上我那时候还有辅导另外一个男生 他也是数理非常好 其实他让我想到了那个小男生 可是他跟我说 他要念胡志明IT大学 我说你没有问题 你自己 那你要不要我帮你请补习的老师 因为乡下的教育资源是很缺乏的 是 他说不用他拼拼砍 你看结果 后来他就给我一封信 他说因为家境的关系 他决定不考大学 他要跟大家去泰国当劳工 其实我那时候真的蛮伤心的 也就是说你 你就是 我想要进一步援助你 可是你的眼睛里面 这跟家人也有关系 对对对 看见的是你短期的利益 而不是你长期的利益 当然你可以当晚老公再回来 再发挥你的数理天才 可是其实 那样要回头的几率是很晚 好歹要念一个基本学历 这是最基本的啦 好了 恭喜这个 先祝福我们的小伟 看能不能考上武林高中 据说成绩再好一点 也可以申请建中 对不对 没关系 我来帮他负责 好吧 那最近你们有一个活动 因为兰迪已经有很多任养人 而且有很多报名了 现在可以去看看这些孩子 你也可以去看看 我的那个小齐跟小伟就两个 其实他们都跟我小孩童年 努力的在考高中的 是 我们4月27号呢 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2点 我们在园区里面 我们办了一个 就是助养人的相见欢的一个园游会 那主要的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是 也让大家来看看孩子 那孩子呢 在这么多年以来呢 就是我们的训练 有一些成果 那孩子会在当天的那个园游会上面 去有一些表现 例如说 有学餐饮的嘛 那有学鱼菜共生的嘛 那也有学咖啡的 然后也有多肉之类的 那我们是透过所谓的一个 咖啡职人的培训 还有一个鱼菜共生的科技农人 这样子的一个管道 然后我们置入了孩子很多的课程 例如说人际啊 或者是未来销售等等这些活动 那很重要的这一次呢 另外一个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还会希望说 透过商业化的模式 然后让孩子有一个仿真的地方 可以去做练习 因为孩子毕竟很小 是的 但是他们必须学习 其实商业的作用在这社会上很大 商业只要不行的话 一个国家就会崩溃 答案就是如此 对 他能够越早理解这个循环越好 蓝迪的咖啡也是我们公司的 就是烘焙工作室的翁瑞阳先生 他后来慢慢的拿到 已经是台湾前大烘焙师 他是完全义务去训练蓝迪的孩子 他不只是训练而已 你知道因为他 今天我们请到是蓝迪儿童之家院长 李雪英 其实谈到了咖啡烘焙 所以一刚开始呢 也还是他说他要 刚开始是一个很好笑的主意 是李雪英要种咖啡树 我跟他说你种死了好了 台湾这种 你又在这个平地种 你不会种出什么 这个国家厉害 你也种不开 所以你要先了解咖啡原理 于是我就请跟我们公司合作的 翁瑞阳去教 我本来只想请他去教一次 没想到他教了你们好多年 而且全义务 他真的是个好人 快七年了吧 是 对 然后孩子们非常的喜欢他 也视他如胸掌 因为有 他有很多 就是 是爸爸吧 爸爸吗 也可以这么说 对 那其实他有时候会去教孩子 一些人生道理 或怎么去看这个社会 然后 他在做这样烘焙的过程中 在教导的时候呢 都非常的严谨 是 所以孩子都可以学到一个 很好的伎俩 是 因为我们一起是在烤那个英国的咖啡师执照 但如果很清楚 我烤到照之后会还他 因为做烘焙咖啡实在太辛苦了 尤其做那么半直火的烘焙 不是人家像那工厂机器六十公斤烘 有吗 两公斤两公斤 那需要体力 而且要非常精准 对 那如果你不精准 就算炉里面有 只有一颗烧焦的咖啡 也会影响你一整天的味道 对 所以我也发现 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啊 有一次他教我烘焙 然后我就说 好 那你教我 他29秒的时候 应该30秒就要换嘛 换下一个动作 然后他29秒的时候就跟我讲换 非常的精准 可是以一般人来讲换 那我就会等到30秒再换啊 对 我觉得那个精准应该是必要的 只有精准才能够产生出 一致性的品质 但是如果小孩现在学了这个 以后他要出去打工 他至少会跟人家讲说 那个意识咖啡机我会用 手中咖啡我会 他就很容易找到工作呀 对啊 我都跟孩子讲说 你现在学会的这些伎俩 或许你未来不会去用它 但是你需要的时候 你一定有你应该要有的才能 或者说你应该要有的能力 都会展现出来 是 我一直劝大家说 不要等有用才去学 很多人啊 就是突然等到被裁员了 才说那我来开个店好不好 我问你 那你会什么 结果我可以重新学啊 没有 其实等到那时候 等你要有用再学 你就来不及了 对 你之前呢就东学西学 你至少可以知道 你有没有天分 你爱不爱他 对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 因为先预先做好准备 对于孩子来讲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特别是他即将在18岁如果要离院的孩子 那怎么样让他准备好 能够回到社会之后 我一个人独立生活在这个社会上 他的条件就要更多了 好 所以他是在 你们是办园游会哦 对 那就是大家也可以买点蔬菜水果或者是那个多肉植物 我知道你们在种了嘛 还有缺别的东西吗 嗯 还有缺别的东西吗 可以贩售的 我可以号召我认识的厂商捐献哦 当然可以啊 恐怕有一百家哦 但是对 就是但是这处理会比较麻烦 看你们要不要同时不知道到多少人 我可以帮你们募集东西去卖 可以啊 然后我们 不然我们公司 对对对 就是也可以一起 设一个无诞乳的摊尾好了 好 叫那两个孩子去卖 小齐跟小伟 是 你知道吗 人生是这样的 你接受了别人什么 忍若不缓 你心里会不好意思 就叫他们当天去付出劳力 去看摊子 帮这个儿童之家募点经费好了 当天他们也会在现场 嗯 是的 我觉得 就是孩子的责任感的培养 那才是他人生中最重要一件事情 对 因为能够对自己负责的人才 才有更好的 以后就是他也可以去好好的照顾自己的下一代 你们那个电沿路是工业区 你就只能开车去是不是 我们可以坐火车到那个 那个火车站 是 然后火车站那边他有公车可以到我们那里 嗯 对 还要坐公车 对 不然就开车 最好是开车 有停车位吗 我们的附近 有 路旁或者是说我们过里那边有也有那个停车场 我知道 我不能用台北市的看法来问问题 都会问有没有停车位 其实旁边应该都可以停吧 好 好 那么大概是在阳眉区电沿路190项 其实你搜寻一下蓝底基金会就知道了 是 然后园游会的活动的活动是4月27年 你到底有多少任养人呢 也就是都通知了他们会去相见欢 对我们是希望就是助养的能来看看孩子了 那也欢迎就是有意助养的人 是 那天去共襄盛举 对不对 对对对 希望大家一起来看看孩子 然后跟蓝底一起就是陪伴这些孩子长大 是是 好 那么其实很多东西都是需要传播的力量 那当然我知道我们的节目也有一些人了 像之前我曾经帮缅甸的同学在他们内乱的时候 那些考上什么台大医学系啊电机系 当天他们就跟家里断绝联络 可是是我们的朋友们呢 他们付了这些孩子的第一年学费 就包括我在内 然后后来呢 他们还都有联系 其实你在人家急难的时候帮人家一把 你自己可以忘记 但是别人其实是会知道 这世界上是有善良的人存在的 是 那那个园游会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些离院的孩子也回来当志工 那各位 那个如果各位厂商 有需要就是说 有愿意要捐东西 你不可以捐过去的我跟他说 要捐到这个蓝迪 那你也可以搜寻一下蓝迪儿童之家 数量不多也没关系 你们会有专人处理吗 我们会 就是我们的总务老师会带着孩子们去做一些整理 然后让孩子在园游会里面贩售 了解商业的法则 然后这样子呢 就是让他们感觉用自己的力量募到款 这是很重要的 是 因为孩子们呢 我也希望孩子们不要永远手心都向上 那他有没有办法透过这些方式 然后至少他有这些技能的话 以后出去社会的时候 就更顺利一点 你下次如果有假期比较大的孩子 就大概要国三以上了 我帮你办一个活动 我来顾量那个 不要用游览车 我现在对游览车有点害怕 就是到那个云林 我最近认识了很多养殖 因为看到我派小熊去抓土石头山 有没有 要不要来一趟这个 我来负责 我要让他们知道生活是辛苦的 其实我也是辛苦过来的 对 而且他们现在有养那个 熊龙鱼跟那个莫瑞 熊龙鱼我也有认识宜兰的渔场 是 但是我不知道 李扬美是云林镜还是宜兰镜 我可以让 差不多 真的吗 没关系 我们来安排一个抓土石之旅好不好 好啊 其实这又娱乐又那个 其实我看到我的孩子竟然 其实我是一个那个很闹的你知道 看到他我不太敢抓那个 掉在地上的鱼 因为他滑溜溜的 我看到那么勇敢的他去跟着大家一起做 其实就算我的孩子不会念书 我对他心生佩服 对不对 对 这个真的很厉害啊 我连鱼都不敢杀了 哎呦 我也不敢了 但是 这有的时候是现实 他要理解 对 让他有一点劳动 除了课本以外 接受一些东西 好 好 4月27号 那所有的活动 请你搜寻 蓝迪基金会 所有厂商 希望你目击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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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